這是目前最夯的線上遊戲 英雄聯盟讓台灣在國際電競比賽中 屢創佳績 有業者砸下千萬 把國外的電競場館 原汁辦到台灣 一個像看享受電影院 或是享受一個娛樂 就像看球賽一樣 可以是一個很開心的享受 用460吋大螢幕電影概念 讓電玩迷買票進場 業者大手筆就是看準電玩商機 而且不只電競館 連手遊都有體驗門市 手機遊戲外界把手 讓玩家更有臨場感 透過試玩活動凝聚電玩熱度 根據統計 台灣的電玩產值 從2012年的12.7億 到2016年將突破200億 而手機的遊戲產值 更在5年內成長了16倍 讓行動營收 擠升全球前10大國家 關鍵在出國比賽 打到一個資格賽出去比賽的時候 就會變成跟國手一樣 我們就代表台灣拿著台灣的國際 出去參加比賽 簡單說是一種希望有優越感 就有一些如果你喜歡他的外型 再花錢就可以了 透過電競比賽讓更多玩家認同 進而花錢升級軟硬體配備 而目前國內電玩的三大排名 短有的部分是英雄聯盟 劍林跟暗黑破壞神三 收優則是陳摩之塔 盧石還有塞德克魯 一天就吸引百萬人上線PK 台灣因為電競跟國際接軌 也算是另類的禁忌之光 記者網路說他來掃台北 常不到